你看过这种颜色的小电影吗 你浏览过那些非法的小网站吗 我知道 大家和我一样 肯定都没看过 所以本期小谷就通过电影 来给大家普及一下颜色小网站的危害 铁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锦花老婆 和一个可爱的女儿 但就是没钱 他想了好久 才发现自己还没有工作 这些年一直窝在家里写书 一本都没卖出去 都快把老婆啃吐鲁皮了 所以就打算找个班上 他的求职医院写的是当高管 但公司却打着培养的幌子 把他扔到了客服部门 所谓客服 就是不管顾客怎么无理取闹 怎么问候你 你都得像个小可爱一样瘦着 很显然 小可爱不是谁都能当的 不到两个小时 铁柱就被迫下岗 不过临坐同事对他很是倾心 还约他晚上一起喝酒 说要送他一场造化 有这好事 那当然得去呀 同事阿萌掏出一张名单 说他偷偷通过公司的数据库 查到了过去三个月 所有浏览过颜色小网站的人 这是重点哦 大家拿出小本文记号 阿萌说名单里有一个牧师 他几乎每天都会浏览两个小时 所以呢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敲诈他一笔啊 你想想 一个牧师 天天满口的仁义道德 这事要是传出去 他还怎么有脸见他的主 大哥 这是违法的吧 兄弟 你真的想过着窝囊且枯燥的日子吗 你真的想忍受996的福报吗 我不能 我的女儿就要瞎了 我需要钱给他治病 在阿萌感人肺腑的忽悠下 铁柱最终选择了加入 这时一个女人突然从后面跳出来 说他也要加入 这女人和阿萌是广报之交 但不是很熟 阿萌本不想答应来着 但乔西表示你们都是做客服的 一旦牧师入院 警察第一个查的地方就是客服公司 这个理由很充分 当晚 乔西就给牧师打了勒索电话 张口就要20万 这比他们计划的金额翻了一番 不过牧师还是答应了 接下来的计划就是阿萌明晚去拿钱 而铁柱去加油站对面的酒吧 和酒保说他在加油站加油 制造不在场的证明 你记得多说几遍给酒保加深印象 有bug啊 加油站谁给你作证呢 放心 加油站晚上值班的是一个瞎子 那然后呢 然后后天中午碰头分赃 各奔东西 为啥不立刻就分赃呢 你傻呀 敲诈完要先闭一下风头制造不 好像是这么个理哈 只是总感觉哪有点不对呢 第二晚 阿萌如约来到了牧师家里 结果刚进屋 就被一把枪枪抵住了脑壳 你干啥的 那啥 我来拿钱的 把你的枪给我 枪 什么枪 你来拿钱都不带枪的吗 我也没想过你会准备枪啊 铁柱这边 你要喝点啥 我同事在对面加油 我问你喝点啥 来瓶啤酒 我给你说我同事在对面加油 给他加油的是一个瞎子 不可能 我今天没上班 在这儿过八十大寿呢 铁柱丢下钱紧忙往牧师家里赶 喵敲进屋后 发现地上躺了一具尸体 但并不是阿萌 而是那个牧师 卧槽 阿萌这独子玩这么大吗 不知所措的铁柱 喊了半天阿萌 没人应 又给乔西打电话 没人接 铁柱觉得自己作为一条绳上的蚂蚱 有义务帮阿萌擦一下屁股 便把牧师拖到院子 打算丢进化粪池里 怕他吃饱了服起来 还特意给他绑了一个石头雕塑 做完这一切 进屋刚好碰到从厕所出来的阿萌 卧槽 你咋来了 今天加油站没开门 我能不来吗 你咋把牧师给杀了呢 我没杀他啊 是他要杀我 我上去抢枪 被他打中了大腿 不过我也用花瓶将他砸晕了 你说他刚才还活着 现在也还活着啊 现在不一定了 我将他抛化粪池里了 抛多久了 差不多十分钟了吧 哎呦我去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能坚持住 特么你绑着一块石头扔的阿大哥 就算能坚持住 也迟早得被撑死吧 眼瞅着闹出了人命 两人清理完现场就准备开溜 阿萌突然撞到柜子 里面滚出了一堆碟片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两人就打开DVD放上了 我愁你俩是一点都不着急呀 特么闹出人命了 忘记了吗 画面里是一个蒙面人虐杀美女的视频 奇残宝手段 给铁柱都看吐了 卧槽 这是牧师自己拍的呀 铁柱突然想起 他老婆前两天说镇上最近出现了两个杀人狂 一男一女 作案手法非常变态 这牧师不会就是其中之一吧 太可怕了 撤吧 卧槽 这么快的吗 我说这是个意外你信不 你真幽默 脑壳中了三枪 怎么可能是个意外 铁柱有些懵逼 你确定死者是牧师吗 当然 那我刚才扔的那个是谁 啥 没 没啥 铁柱谎称自己是牧师的朋友 让警察进了屋 警察旁观一扫 发现了地上有血迹 铁柱心一横 抽出刀子就给自己来了一下 那啥 我刚才不小心打碎了花瓶滑的 这警察也好糊弄 还真就信了 但刚出门 就发现了地上有拖拽的痕迹 来小子 把盖子打开 玩毒字了 要暴露了吗 阿蒙将警察绑了起来 眼瞅着越来越有了盼头 铁柱害怕极了 表示要去自首 你呀要是赶出这个门 我毙了你信不信 我不信 阿蒙确实没开 但又有另外一把枪顶住了他 女人是牧师的老婆 你俩干啥的 咋在我的家里 那啥 这个不着急讨论 你老公被人杀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杀的 为啥 因为他是个变态杀人狂 靠拍视频挣了两百万 所以呢 所以我想独吞那两百万 和我的拼头一起远走高飞 对了 你们看见我拼头了吗 他过来拿钱 可约定时间都过去一个小时了 阿 啊 他可能已经飞了吧 啥 不可能 那钱呢 啥钱 我们也没见找钱啊 我信你个鬼 老子数到三 得 钱还没看到 就闹出两条人命了 阿蒙给乔西讲述了前因后果 这刺激程度 当真是能拍一部电影了 醒来的警察也听到了这一切 表示自己可以给他们作证 希望能放了他 甚至还可以给他们评的三好市民 那花粪池里那个呢 意外杀人 你最多判五年而已 不长的 但你还是先待着吧 乔西在厨房烤箱里找到了钱 比原来多了十倍 值了 正高兴啊 警察竟然跳窗逃了 你说你手脚都被捆着 何必呢 警察表示自己只是想上个厕所 上厕所你这身啊 我们扶你进去就完了呗 能把我手解一下吗 我没法掏 那是不可能的 不是 你笑啥 你笑啥 几人准备收拾东西撤 阿蒙衣服里突然调出来一张机票 明早上的 卧槽 昨晚就觉得你计划有问题 好吧 我骗你们了 我女儿没有瞎 我欠了我前期三十万 不还他就不让我见女儿 铁柱两人还没来得及谴责 厕所又传来动静 是警察又想跳窗 狡猾磕马桶上摔死了 得 现在三条人命了 乔西想到了主意 说可以把警察和牧师老婆扔到牧师老婆车上 然后推下悬崖 再加上牧师的案子 就可以伪装成他俩有一腿 办法不错 三人立即行动 等红绿灯时 铁柱看到了外面照相馆的照片 和阿萌钱包里那张一模一样 卧槽 你压嘴里还有没有一句实话 打斗中不小心打到了乔西 导致车辆失控撞在了路边 一个好心人过来问他们有没有事 要我帮你们报警吗 阿萌掏出两百块 我谢谢您的死胖子 不需要 临走时他们还看到胖子在给自己打针 应该是个糖尿病患者 几人来到了悬崖边 打开后备箱 却发现牧师老婆不见了 卧槽 难道是没死透 跳车逃了吗 几人紧忙回去寻找 结果半路没注意 刚好撞上了没跑远的老婆 嗯 这下应该死透了 还没来得及处理 警察又突然开着车来了 而且还是铁柱的老婆 老婆说他接到了报警 有一具尸体躺在路上 那应该就是这个吧 我们刚从他身上压过去 老婆虽然表示相信 但还是要他们去警局做个记录 在警局 他们又看到了一个熟人 那个好心的胖子 原来胖哥是福波勒特别调查员 今晚刚来到这里 来调查变态杀人狂的 胖哥也确实有两把刷子 一眼就看出了牧师老婆膝盖是跳车所伤 头部是毛铁锁制 凶手比太爱 也是个女性 而且凶手在这间屋里就能找到 我擦 这么神的吗 这给两人吓的 大气都不敢踹 连手都牵上了 不要慌傲 我说的是从尸体上寻找线索 应该就是变态杀人狂干的 好家伙 你呀说话能不这么大揣气行不 丑给这两人吓的 趁着空档 铁柱去看了看女儿 因为没人照顾 老婆将女儿带到了局里 然而等他们刚出警局 老婆就从铁柱衣服里抖出了一枚警灰 他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他失联了两个小时的下属的 他仿佛明白了什么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他最终选择了隐瞒 这边三人来到了一个工地 打算将尸体沉入沥青池里 可刚要动手 胖哥突然又出现了 他说他早就发现不对劲了 只是知道他们不会说实话 所以就故意装着眉看出来 让他们放松警惕 我要放他们走 可以给他一百万 这买卖听起来确实挺划算 那个兔子你过来一下 咋了大哥 你刚才是不是骂我死胖子来着 我说大哥 开个玩笑不至于吧 换个人估计就不至于了 但谁让胖哥就是小气呢 趁胖哥放松之际 阿蒙看见了他兜里的针筒 他拿出来直接扎在了胖哥脚上 枪枪抛出 刚好掉在了铁柱手上 局势反转 胖哥紧忙指出 乔西就是那个女变态杀人狂 还指出他身上有个酒壶 因为他的杀人手法就是勾引男人 然后用毒酒毒死对方 大叔 你这离间计也太挫了吧 你们说是不 爱我擦 你们这是啥意思 把你兜里的东西掏出来给我们看看 为了自证清白 乔西真从兜里掏出来个酒壶 你们不会真相信这是我的吧 少扯毒子 你喝一口 乔西喝了 乔西是装的 但胖哥是真的跑了 我就说你俩是个傻子吧 快去找啊 三人分头寻找 不过阿蒙这独自中途却回车里提走了钱袋 打算又来个独吞 可是运气不好 被胖哥给堵住了 胖哥是个记仇的人 所以朋友们 或从口出啊 你看我 从头到尾都是叫的他胖哥 现在两百万又轮到胖哥独吞了 结果刚上车 就又被乔西给逮住了 因为他有糖尿病 乔西两人也不杀他 就请他吃糖 然后 胖哥就把自己给吃死了 现在就剩下铁柱和乔西两人了 本以为可以一人拿一百万跑路 没成想乔西竟然黑吃黑 也想独吞两百万 更让人震惊的是 他真的是变态杀人狂 原来他身上一直都被了两壶酒 一壶有毒 一壶没毒 还真特么是城市套路深啊 个个都有八百个新眼子 最后受伤的都是铁柱这种老实人 乔西让他在子弹和毒酒中选一个 铁柱选择了喝酒 直接原地去世 乔西开心地打开钱袋 却发现袋子里竟然全是毛绒玩具 一毛钱都没有 钱呢 原来在警局的时候 铁柱就偷偷把钱给掉包了 此时两百万已经成了他女儿的画质 刚才我是不是说铁蛋老实来着 草率了草率了 我以为他在第一层 没成想他在第九层啊 果然 被骗的都是我这种老实人 最后 杀人狂乔西心灰意冷 打算离开这个小镇去其他城市发展 他利用美色在路上拦下了一辆顺风车 车主是个二老头 等一下 我去检查一下货箱 原来 这老头才是那另一个变态杀人狂 不知道这两个加起来有1600个新眼子的人 谁才会是赢家呢 因为牧师浏览颜色小网站 导致七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洗白了 所以 如果你身边也有浏览小网站的朋友 为了他的财产和人生安全 请给我点赞关注和转发吧 虽然没什么鸟用 但至少能给我长点流量长点粉 爱你们幽默默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